這到底只是服務粉絲的歡樂範外篇? 還是有可能昇華原作表達的寓意呢? 假面騎士作品有可能再次被串聯起來 出現一個特別的連動故事嗎? 當然這一切都有可能只是官方玩開心的而已 大家好,我是米甘 不論是對動畫、漫畫、遊戲、VTuber特色這類 ACG相關話題以及作品的評論與推薦 有興趣的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同時也歡迎加入已經開啟的頻道會員 可以進入會員專屬DC群以及擁有其他會員福利 東映一直以來多少都會在每年的愚人節中 推出一些吸引人又有趣的消息 就跟一些商業作品的愚人節一樣 不外乎就是推出一些像是新延伸作品的消息 裡面有一些腦洞大開的也有粉絲很期待的 東映也不例外是以這種模式 而在過去就曾經有過將愚人節消息實際拍出 也誕生出了目前唯一一位愚人節騎士 Comen Rider Brain 在裡面擁有了自己的起源故事與騎士造型 然而該座雖然好像有與ドライブ和吉歐連接 但實際上又沒有接續到吉歐 甚至可以說裡面鋪成的伏筆就沒有然後了 而這次接連兩個愚人節放外篇 接續著原本的故事 並且將劇中的含義昇華 當然也不會缺少角色的歡樂演出 在2018年的愚人節時 官方發出了消息 那就是Comen Rider Games的外傳消息 那時候也剛好是Exit外傳三部曲完結後 原本想說只是個愚人節玩笑 然而在2021年4月真的以網路劇形式推出 在今年也推出了Games外傳後續的消息 正當大家以為是愚人節玩笑時 還真的推出了 在二稿劇情的同時又帶出了許多伏筆 這究竟有沒有可能開啟新系列或新劇情呢 還是會跟一些東映的外傳系列一樣 就不會再有後續了呢 首先我們還是先來看看這次的劇情 在2021年的The Prejudice 中 以Kamilada 01的後續為背景的故事 結束 在老千被貶為課長 並且被總公司老闆修辱 Zaya公司被滅亡迅雷炸掉之後 老千離開了Zaya出來自立門戶 跑到了方舟過去的老巢 成立辦公室 還喚醒了一位秘書Humagia 但同時他自己也因為 ARK方舟的緣故感染了遊戲病 重重誕生的病毒就是Exit的反派 Dankurodo和Dankmasamune兩副子的併發症 Dankurodo因為是由方舟的幫助復活 自然也在這裡拿到了自己的腰帶與配件 ARK的製造廠在這是否還能運作並沒有說明 但應該是ARK製造出來的 而Dankurodo的目的就是重新創造幻夢集團 也就是他過去的遊戲公司 並且藉由增加老千的壓力來增強自己的力量 同時而來的還有另一個病毒 Dankmasamune 之後老千前來阻止使用腰帶變身 但只有原型 力量基本上都被這兩父子炸乾了 避免有人不知道這兩位是誰 這邊簡單介紹一下 同時會爆雷Exit的劇情 反正都過了那麼久的 還沒看趕快去補啊 簡單來說這兩位就是Exit所有事件的黑幕 兩人為父子但關係惡劣 Dankurodo創造了會使人消失的危險病毒 其病毒的強大取決於患者的心理壓力 並將所有人類當作他製作神作遊戲的實驗體 中間被父親Dankmasamune搶奪了努力的成果與公司 在父親製造出世界危機之後 聯合其他人將其消滅 在最後結局兩人都成為了遊戲病毒資料 遊戲病毒事件之後也促使了醫療的進步 這可能也是Dankurodo的目的 但那在這邊並不重要 簡單來說Dankurodo就是造成所有事件的元凶 並且自認是遊戲製作天才 也愛著自己的才能 對於支配事務有強大的慾望 在這裡Dankurodo的造型 也是Exit三部曲後面的造型 然而在擊敗了前來主子的老千之後 隨之而來的就是同樣也藉由病毒復活的父親 父子兩人開始為了誰才是社長護殼 最後一旁的秘書告訴了老千非電的資料 讓他得出了一切都是對公司的愛這個結論 也誕生出了父子愛這個超級惡搞的畫面 在那之後不知道過了多久 老千的公司已經發展成大公司 但他們也必須面對一個嚴重的新威脅 那就是在網路中流傳的人工AI 真以 是一個以學習善意為主的AI系統 然而這後面有可能會釀成嚴重的後果 為了避免隨之而來的危機 老千找來了方舟幫忙用秘書與之連接 並利用幻夢社長的資料讓Humagia學習 藉此讓Humagia染上Dancrodo這電腦病毒 將他的意識喚醒到這Humagia身上 然而蘇醒的Dancrodo並不想聽任何要求或幫忙 同樣只想要重新建造自己的幻夢公司 在這之後老千找到了Dancrodo提出利用 而他提出了要在遊戲之中贏過他才會答應 早就料到會發展成這樣的老千 將準備好的腰帶交給了對方 自己則用了ARK的力量變成了新型態 欸不是啊 為什麼對方只說要贏過遊戲 你馬上認為就是要打架啊 很快的就擊敗了只有初始型態的Dancrodo 就在老千嘲諷對方的時候被吸收資料 對方也迅速的利用ARK的資料製造出新配件 新的片錢玩具在這場戰鬥中誕生了兩個啊 他也變成了類黑色版的無敵型態 無雙型態 反過來用壓倒性的實力擊敗了老千 奪取了老千的公司 故事就到此結束 嗎? 在結尾時由Kamen Rider Fights中 女主角的演員演出Fights裡面組織的秘書 站在高處觀察作為收尾 這究竟是什麼伏筆異或是單純彩蛋呢? 這邊就先來解析與猜測一下 在2021年的故事有影響到這邊人物個性 當時老千的處境應該是01兩篇外傳之後 然後第二部番外篇中提到的新敵人 善意 代表無法容忍2的善意AI 代出了01一直以來的思想概念 本片中造成Humagia暴走的方舟ARK 其設計是學習了人類的惡意之後得出結論 雖然說其代表是惡意 但那也是看了人類的惡意後所得出的結論 那是否是因為認為人類是惡意的存在 因此認為應該毀滅 在中段化解惡意的方式就是學習情感後的善意 最後戰鬥中也是用善意與互相包容化解戰鬥 若是就傳統的英雄套路來看 就是一個正義擊敗邪惡的故事 但在外傳又將這個故事的內涵提升 在滅亡迅雷中提到了 不論是惡意還是善意都是受到操控行動 其目標就是為了得到更好的商業利益 人類面對自身產生惡意想法後 若是成功克服將會得到各方面的成長 這點可以映照到 阿努陀 滅 和 S 身上 但若是人們都認為自己是善 是正義時 本身就認為自己完全正確不肯推讓 那自然不會停止也不會有需要成長的想法 並且還有集團意識中不允許有個人想法 但若中心想法本身就暴走不可控的狀況呢 在第二部外傳中面對暴走的政論 只能用另一個政論去互相抵消 最後也只不過成為權利者們的政治道具 在複雜的社會中根本沒有絕對的正反 沒有完全的正義也沒有完全的邪惡 一切都與自身的利益有關 不論是商業利益或是政治權利 那麼回到原本的善意與惡意上 若要強調完全的善意或完全的惡意 到最後跟本上本質會變得相同 惡意包含的就是人類的許多負面情緒 以及無底線的攻擊他人 而善意出自的也是人們心中的善念 但那善念也是極為自私的 當認為自己是完全正確的時候 不管做什麼行為都會被正當化 尤其是直接將自身的價值觀強壓到他人身上 那麼在這中間傷害了他人呢 因為是出自好意所以應該被原諒 還是因為是對方有錯所以活該 最後上身道要剷除任何惡意 但只要有情感多少都會有負面情緒 甚至是對他人的負面想法 有時候在執行自認為正義的行為 也會透露出惡意 那麼最終 極端的惡意與極端的善意 將會得出相同的結論 就AI計算來說兩者最後的答案基本上一致 那原本的ARK是否也是由善意開始計算呢 正義是什麼邪惡又是什麼 最後爆走的正義又該由誰去制止 那那些一正一邪為了自己的目的行動的人 在這二分法中算是正義還是邪惡呢 而在最後出現的FYZ中的組織秘書 其組織是在推廣怪人支配世界的組織 就某層面解釋來說算是個種族議題 而在那其中也是沒有絕對答案 最後究竟是會一起對抗善意 還是就是他們製造善意的呢 那之前代表善意的JR會不會是敵人呢 那位秘書是FYZ的女主角嗎 在這歡樂的番外篇結束後冒出的這些疑問 而不是看完笑笑就結束了 這不知道是好是壞呢 不過平成假面騎士開始一直都有這種 要把善惡定義模糊 主要取決於角色的目的的想法 也一直強調沒有絕對的正義與邪惡 最近也越來越明顯 所以後續動應會不會再出啊 會出現假面騎士的反英雄團體嗎 反正又是各種騙情玩具對吧 買啦哪次不買 那麼這支影片到此結束 喜歡的話可以點讚、分享、訂閱以及加入頻道會員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提出建議以及討論 那麼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字幕蔥真宣 啊 啊